这期视频挑战100个系列 先看视频 炎热的夏天 却有着一种美味的昆虫 它有着很多别称 例如节料龟 节料猴 爬叉等 那么你的家乡对金蝉的别称是什么呢 金蝉需要在地下生活3-5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能化为成虫破土而出 它们在地表生存的时间 基本不会超过一个月 这个呢 在我们这叫质料猴 猴子的猴 你们那叫啥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这个质料猴呢 我花了100块钱 买了100个 1块钱一个 很多地方的小伙伴呢 可能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所以说觉得 这个玩意挺恐怖 但是真心好吃 今天我们就做100个质料猴 主要目的是 夏天马上要来了 这个东西呢 又快要出来了 我想知道 你们那质料猴叫啥名 开整 终于大盘 这个呢 其实要放些盐 腌一下 然后再这样炸 不放其他东西 但是呢 这次忘了放盐了 炸 放点辣椒面 哇 看一下 贼香 还有没有人没有吃过 据我所说的 山东小伙伴是不是经常吃 有个地方管这个质料猴呢 叫做糖僧肉 不知道为啥起个这名 可能它这个地方呢 抓人抓得可厉害了 可疼了 很脆 我也有一年 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了 现在网上还有卖的 好像现在这个质料猴呢 全都靠养殖的 但我们这儿已经很爽了 全没吃了 但你们当地 这个东西叫什么 用着去留言 现在小孩应该不敢吃吧 是什么 贝尤 是什么 在那个